整条马路都是烂泥 各式机具加快清理 但雨下不停 怪兽忙着把水沟里的泥霞 统统挖出来 避免水没地方流 马路变成河 但来到住家旁边 几乎每一户外头都放着 刚清出来的家具和杂物 大雨不断 新北市三只八闲里灾情严重 但风雨还没过去 7号晚上时雨量预估会破百 80名居民紧急撤离 部分还留在家的住户 还原这几天的状况 苦不堪言 哪有办法 人还在那边 在说看雨有没有过去了 我三部那个车子 移来这边 我这挺好 过去这个就不能过去了 刚一号车土石流马上来 虽然已经清除大部分的土石 但外头的家具电器 通通被冲坏 不知道该怎么善后 住户说第一时间还回不了家 住户怀运土石流发生的时候 其实这颗大石头 就在后方这个位置 也就是住户进出的地方 只是没想到路被整个石头挡住 是等到怪手进来之后 赶紧请他们帮忙移除 才可以进出家门 三只山区大雨不断 不只是八闲里状况 惨服的李明宅同样被土石冲进去 所有家具都被清出来 因为根本没有一个可以再用 整整四天积水都没有退 连清理都没办法清 怪手都开进去 试着把淤泥清干净 但何时能复原 遥遥无奇 在往上走木鸡寮也很惨 马路多处摊坊 连马路的围墙都被冲毁 清出来的土石变成临时护栏 避免车辆往下掉 北台湾山区几乎都是这种状况 金山长新宫变成蓄水池 整座公庙泡在水里 灾情不断 雨多下一天 居民就多痛苦一天 TVBS新闻综合报道